老师说两个分句的主语相同的时候 你上节课说的不是特别好 对吧 那现在没关系 我们现在你现在想三个就行了 想好之后告诉老师 主语相同的 两个分句的主语相同的 后面一个主语省略了 还想得起来吗 我们上节课老师讲 这里有四个句子 看一看 想一想 想好了之后告诉老师 可以了吗 哥哥 好 等一会儿老师 老师要打出来 老师打出来 好 哥哥 好 哥哥怎么样 哥哥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吗 对 哥哥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好 听老师的问题 那么这句话 他的两个分句 分别是什么 告诉老师 前面的一个分句是什么 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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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是这句话的 好 前一个分句 完整的告诉老师 前一个分句是哪里 哥哥要吃什么 对 那后面一个呢 就吃什么 就吃什么 那么后面一个 老师这里讲到的时候 我们说了 后一个分句中的主语 可以省略 那你告诉老师 这个主语 省略的是什么 哥哥 省略的是哥哥 那么哥哥 应该放在哪里的 如果要把它补回来 旧的前边 很好 应该补在旧的前边 哥哥 就吃什么 对吗 对 好 那么这个句子完成了 好了 第二个 我们这里要有三个 老师说要完成三个 谁今天没吃就没吃 什么 谁今天没吃就没吃 谁今天没吃就没吃吗 对 好 那老师发现你这个句子有问题哦 你看 有什么问题 疑问词在哪里 疑问词在哪里 你告诉老师 老师讲的是疑问代词活用 我们这个语法是要有连接两个相同的疑问代词哦 你的疑问代词在哪里 你告诉老师 谁 有没有疑问代词呀 谁 谁 那谁今天没吃就没吃啊 那我们前面老师这里讲第二个句子的时候 用了谁 但是你看一下你这句话 谁今天没吃就没吃 那没吃你看你后面也有疑问代词哦 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 连接两个 两个看到没有 要有两个相同的疑问代词 你告诉老师 你这里有两个吗 没有 有没有两个 没有两个 你看你第一句话 什么和什么就是相同的疑问代词 那么第二句话就没有哦 有吗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就没对啊 我们重新想一个 重新想一个 再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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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想一个 这一个不行 这一个不行 老师讲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只有一个疑问代词 我们要有两个 旧的前面和后面 都要有一个 都要有一个 好了 想一想 再想一想 好没有 好了吗 爸爸 好 等一下老师 爸爸 为什么 为什么 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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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去办公室 你再看一下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句子 哥哥哥 哥哥要吃什么 哥哥就吃什么 还有老师前面的这四句话 你看一看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看爸爸为什么去办公室 就为什么去办公室 这句话 你看一下正不正确啊 老师现在问你 你感觉你感觉正不正确 你看老师前面讲的时候是你这里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疑问词 有两个疑问代词 并且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句话老师告诉你啊 不行 我们不能这样说啊 不能这样说 如果你这句话说什么时候去办公室 就什么时候去办公室 可以 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什么啊 不能用为什么 我们不能用为什么啊 我们说疑问代词活用的时候 不用为什么啊 不用为什么 我们不能用为什么 用为什么是不行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啊什么 我们可以用什么时候 爸爸什么时候 爸爸什么时候 去办公室 就什么时候 去办公室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那你来说第三个 你来说第三个啊 不要说 不要用为什么这样的啊 不要用为什么 好了 好了 想到了吗 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没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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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莉,多少? 小莉,买多少? 买多少? 买多少? 蘋果 买多少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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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再把第二句和第三句话都拿来看一下 老师现在想问第二句话现在里面缺了一个动词 老师上节课就讲第二句话 现在和第三句话都缺了一个动词 老师上节课讲的时候 你看,老师上节课讲的时候 他这里跟我们来看第三句话 你看,你现在老师这里前面 现在是有一个吃多少? 后面有一个就吃多少? 但是老师这里吃多少? 前面你看,老师有一个愿意 老师前面多了一个愿意 你看你前面 现在买多少苹果 跟老师刚才第三个句子里面的吃多少 是一样的呀 他们就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样的 那你现在老师在吃多少钱面用了一个愿意 所以老师为什么要说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我们少了一个动词 要再买多少钱面 要多一个动词出来 我们要去加一个动词 这里爸爸什么时候去办公室也是一样的 前边也就是爸爸的后边 必须要有一个动词 必须要有一个动词 明白了吗? 明白 必须要去加一个动词 必须要去加一个动词 那你想加什么呢? 嗯 你看 老师 这里的你都可以加进去 都可以加进去的哟 这里 爸爸 想 想 想 所以 一定要记住老师的话 以后的时候 遇到 就连接两个相同的疑问代词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想去加动词了 想 和老师刚才说到的 愿意 愿意 这些动词都可以加 这些动词都可以去加的 好了 那小丽 小丽 愿意 愿意 愿意买多少 买多少苹果 就买多少苹果 也就是小丽 她自己想买多少苹果 她买一个也可以 买两个也可以 她自己想 她自己想的 她想买多少 就买多少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哦 明白 明白 真的明白了吗? 真的明白 还是没有明白? 明白 明白了没有 如果你说明白 那老师就要让你再说一个句子 真的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 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个句子 最后再说一个句子 不要忘了 前面要加动词 一定要有动词 一定要有动词 如果 像你的第一句话 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那么 这里实际上你看 吃什么前面 你有一个 要 这里 要也是一个动词 要也是一个动词 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也就是在这里 前面要有一个多 多出来的动词才行 一定要有一个多出来的动词 好了 来 我们再来一个 小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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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 用 想用 哪个 想用哪个 衣服 想用哪个 衣服 不对 衣服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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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 用什么 衣服用什么 一个衣服还是 什么衣服 就是用 应该用什么呀 应该有学过的呀 应该用什么 衣服用什么 一件 正确很好 应该是穿 哪件衣服 然后呢 哪件衣服 就 穿 穿 哪件衣服 对吗 对 很好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 必须要在前面 有一个 有一个动词才行 穿哪件衣服 穿哪件衣服 就穿 哪件衣服 好了 好了 我们的语法 就复习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第八课 还有课文 没有完成 好了 来 看到我们今天的课文 我们今天的课文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篇 第一篇课文 好了 还是一样的 老师来先读 你后面更读 听说 你最近打算买房子 听说 你最近打算买房子 是 昨天去看了看 今天又去看了看 是 昨天去看了看 今天又去看了看 又去 又去 明天还要再去看看 明天还要再去看看 都不满意吗 都不满意吗 一个没有电梯 不方便 一个没有电梯 不方便 一个有电梯 但是在二十层 但是在二十层 二十层怎么了 二十层怎么了 太高了 往下看 多害怕 太高了 往下看 多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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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听老师的问题 听老师的问题 我们边读课文 老师就边提问题 那 现在 听老师的问题 小丽 她在做什么事情 她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最近 打算买房子 好 那 她打算买房子 那 她 去看了房子了吗 昨天 看了看了 听老师的问题 她去看了房子了吗 还没 她去看了房子没有 看了 今天又去看了看 她已经 好 那老师再问 老师再问 她已经 看了几次房了 看了 两个 老师换个问法 老师换个问法 那 小丽 她看了几天房子了 那 一共 看了多少天房子了 一 看了几天房子 小丽 一共 看了几天房子了 小丽 看了一共 一 几天 一天 没有 昨天 今天 这几天呀 两天 对了 对了 她已经 看了两天的房子了 好了 那小丽 对她看的房子 满意吗 满不满意 满不满意 她满意吗 好 就是 她满意吗 她看了房子 她昨天 看了房子 今天又 看了房子 她看了房子 她满意吗 不满意 那 不满意的原因 是什么呢 告诉老师 不满意 她不满意的原因 是什么 在哪里呀 第一篇课文里面 她不满意 有电梯 但是在二十层 她不满意 她为什么不满意了 二十层 小丽为什么 就不喜欢了 因为太高了 太高了 好 那老师这里教给你一个新的词汇 新的词汇 恐高 恐高 就是太高了 往下看 太害怕了 往下看 多害怕 实际上也就是 小丽 她恐高 就害怕太高的房子 太高的房子 她害怕太高的房子 她就恐高 恐高 看到老师的词汇了吗 看到 恐高 就你很害怕 站在很高的楼上面 比如小丽 她就不喜欢二十层 她觉得太高了 往下看 多害怕呀 我们就可以说 小丽 恐高 小丽 恐高 明白了吗 明白 她不喜欢很高的地方 往下看 多害怕 我们就可以说 小丽 恐高 那你喜欢 高的楼层吗 你喜欢很高的地方吗 喜欢 那你就不恐高 你就不恐高 明白了吗 明白 恐高 就特别害怕 很高的地方 很高的地方 你就恐高 如果你不害怕 特别高的地方 你就不恐高 你就不恐高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篇课文 好 好 还是老师先读啊 听说你下个星期就要回国了 是啊 是啊 真不想离开北京 是啊 真不想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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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星期不在北京 不能去机场送你了 我们不想离开北京 好 再次开目 我闻开北京 你肯定下车 我闻开北京 你肯定下车 谢谢大家 是 感谢观看 好了 老师刚刚网络掉线了 老师的这里的网太差了 好了 我们继续 我下星期不在北京 不能去机场送你了 好 那我们往下看 没关系 你忙吧 这个小熊猫送给你 欢迎你以后再到中国来 谢谢 希望以后能再见面 谢谢 希望以后能再见面 希望 好了 老师要提问题了 老师要提问题了 马可他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离开北京 那他离开北京后 他要回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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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了 他离开北京 他是要回国 对吗 对 好 那再听老师的问题 再听老师的问题 那小明能不能去送马可 能不能去送马可 不能 哦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下星期不在北京 哦 下星期不在北京 所以不能去机场送马可 对吧 对 好 那好了 那小明送给马可什么礼物呢 就是小熊猫 小熊猫 小熊猫 那这个小熊猫是一个玩具 它是一个玩具 对吧 对 它应该是一个玩具才对 它是一个玩具 不是熊猫这种动物啊 它说的是玩具熊猫 玩具熊猫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篇课文 好 小刚 我们坐哪儿 小刚 我们坐哪儿 你坐哪儿 我就坐哪儿 你坐哪儿 我就坐哪儿 坐这儿吧 这儿安静 你想喝什么饮料 你想喝什么饮料 喝可可乐吧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小力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小力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去洗手间 我去洗手间 好 听老师的问题了 听老师的问题了 小力 她想坐在什么地方 她想坐在哪里 坐在什么地方 坐在安静 坐在安静的地方 对 坐这儿吧 这儿安静 小力 她喜欢 安静的地方 对吧 对 那小力和小刚 他们最后喝了什么饮料 可乐 他们最后喝了可乐 他们都喝了可乐 好 那老师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小力去了洗手间 那小刚 也要去洗手间吗 要 她去不去 去 去吗 小力 小力是一个女生 小刚是一个男生 小刚是一个男生 那她去不去 不去 不去 那到底去不去了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那小刚 最后去了没有啊 你想一下 她最后去了没有 没有 她没有去 对吧 对 好 很好 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篇 最后一篇 好了 快五年了 你几乎没变化 快五年了 你几乎没变化 五年 五年 快五年了 快五年了 谁说的 我胖了 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谁说的 我胖了 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健康最重要 胖瘦没关系 健康最重要 胖瘦没关系 好 继续 是啊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是啊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你做饭还是周明做饭 你做饭 还是周明做饭 我做 我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我做 我想吃什么 就做什么 想吃多少 就做多少 想吃多少 就做多少 好 让我们来看 听老师的问题 听老师的问题 周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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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现在 有什么变化 就是 周太太有什么变化呀 她胖了 胖了 对吧 她说的 她胖了 我胖了 她胖了 这是她的变化 好了 她胖了 她胖了之后 她的衣服 还能穿吗 不穿 不能穿 还能穿吗 不能穿了 以前的衣服 不能穿了 以前的衣服 不能穿了 好了 那 她的老同学 周太太的老同学 认为胖瘦更重要 还是健康更重要 健康最重要 那就是健康比胖瘦更重要 对吧 对 健康最重要 胖瘦没关系 好了 老师再问 那现在周太太 她要做饭吗 她要做饭 她要做饭 老同学问她是 你做饭 还是周明做饭 她说了 我做 也就是周太太 在她家里面做饭 对吧 对 好 那老师 再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 周太太说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那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是健康的吗 是健康的吗 不健康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老师之前说了 我们要多吃蔬菜 水果 要少吃薯条 如果想吃薯条 想吃汉堡 我们就去吃 那就不健康了 对吧 对 就不健康了 好了 刚才的问题 刚才的问题 老师已经问完了 已经问完了 我们这里 也就是刚才 已经都回答过了 都回答过了 好了 我们第八课的内容 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紧接着 看到我们的第九课 老师这里 把第九课 词汇先讲一点点 词汇先讲一点点 第九课 我们先来更读一遍 更读一遍 它的一个题目 它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 它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 中国人 中国人 对 老师就是一个中国人 老师是一个中国人 好了 我们先来看词汇 先来看词汇 好 跟老师读中文 中文 班 班 一样 一样 最后 最后 放心 放心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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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 担心 比较 了解 先 中国人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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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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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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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现在自己 自己 这里 好 我希望你能读一样 最后 我希望你能读一样 我希望你能读一样 担心,比较,了解,先,中间,参加,影响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中文,中文,中文,好,跟中文可以合在一起说的 来看,我们先来看,说中文,我们可以用说,说中文,中文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可以说说中文,讲中文,讲中文,也就是我们中文前面可以是一个动词 可以是一个动词,那你告诉老师,你现在是在怎么样中文呢? 用一个动词,你现在是怎么样中文呢? 你现在是在? 学 对,学中文,你现在是在学中文,那老师上课的时候,你刚才和老师一起,你刚读,那你就是在说中文,讲中文,对吧? 学中文,中文前面可以用一个动词,可以说一个动词,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再来看下面的中文课 那你告诉老师,在这里中文,它应该是一个什么词啊? 它放在的是课的前面,中文课,它应该是一个什么词呢? 就是一个 好,你先告诉老师,课是一个什么词? 课就是一个名词 对了,那放在名词前面,它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词啊? 在这里,中文应该作为的是一个什么词? 好,老师把它分开一点点,它应该是什么? 告诉老师,中文 中文 中文课 中文课 中文,如果我们把它单独地说,我们就单独地说它说中文,那它是一个名词 如果前面是一个动词,那后面的中文还是一个名词 但是老师这里后面是课,课是一个名词,那它放在课的前面,这时候的中文就应该是一个 能够想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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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中文它应该是一个形容词 它应该是一个形容词 明白了吗? 明白 好,那后边的也是一样的 老师是一个什么词? 老师就是一个名词 对了,那这里的中文也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个 一个形容词 对了 他如果是放在的是一个名词的前边 他就要变成是一个形容词 明白了吗? 他这时候就是作为的是一个形容词 明白了吗? 明白 在这里说中文、讲中文 他放在的都是动词的后边 所以他还是名词 他还是我们的名词 他放在名词的前边 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单独说的时候 他还是名词 单独说中文 他就是一个名词 他就是一个名词 好了 我们再来看 老师这里有一句 有一句例句 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 那你的中文有越说越好吗? 越说越好 越说越好了 对吧? 对 好了 那我们还要练习 还要练习 要说到最好 要说到最好 好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词 班 班 对 老师这里有一个词汇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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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用的 级 你现在就是五年级 对吗? 对 你现在就是五年级 那 老师现在这里说的是五年级 一班 一班 那你现在你是几班? 你明白吗? 你知道你是几班吗? 我是三班 三班 你是三班 你就是五年级三班吗? 五年级三班 老师这里打错了 三 你现在是五年级 五年级三班 五年级三班 对吗? 对 五年级三班 还有班级 我们可以说班级 班级 班级 好了 我们再往下面看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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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跟着老师一起看 我们先来看这里 最后一块蛋糕 最后一节汉语课 最后 我们这里最后是一个名词 对吧 最后是一个名词 但是一样的 老师现在问了 你看 最后一块蛋糕 最后一节汉语课 一块蛋糕 一节汉语课 先告诉老师 后面的 老师现在把它 画成蓝色了 后面的一块蛋糕 跟一节汉语课 它们都是什么呀 都是什么词啊 就是一个蛋糕和汉语课是什么词 先告诉老师 是名词还是动词呢 名词 名词 蛋糕 我们说汉语课 它们都是名词 那也是一样的 跟刚才老师讲到的中文是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 最后它放在一个名词的前边 它应该是什么 就是一个形容词 对 它如果是放在它的前边的时候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 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形容词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 老师这里有两个例句 我看比赛一直到最后 你可以说什么什么 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最后 我们把最后放在一句话的末尾 放在句号的前边 放在一句话的最后 放在一句话的末尾 它就可以说 比如老师可以说 我 你现在可以说 我学 我学汉语 我学什么 比如 我们可以说 我看电影也可以 我看电影 我看电影 一直到最后 我看电影 一直到最后 可以这样说 就做什么事情 一直到最后 我们把最后 放在句号的前边 放在一句话的末尾 可以这样说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 那你可以来说一句吗 你来说一句 老师听一听 做什么事情 一直到最后 我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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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音乐吗 对 听音乐 一直到最后 但是老师告诉你 我们最好 是我们最好 可以说 可以在这里 加一个音乐会 去听音乐会 一直到最后 也就是 你把音乐会 你到那儿 你到那儿坐着 比如从八点开始的 八点 从八点 从八点开始 从晚上的八点 我们二十点 二十点开始 然后你听到了十点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听音乐会 一直到最后 我们十点才 我们老师这里打错了 应该是晚上二十二点 我们才离开 比如老师这里说 看比赛一直到最后 也就是 比如我们比赛 也是从八点钟开始 晚上八点 到晚上的十点钟 你都没有离开 到比赛结束 才离开 这样就叫 一直到最后 明白了吗 明白 也就是 你把它 你从八点钟 到十点钟 你都在那个地方 比如你都在看比赛 你都在听音乐会 你没有离开 那么你就是一直到了最后 一直到了最后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里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句 最后我学会了说汉语 也就是最后可以放在一句话的最前边 可以放在最后边 也可以放在最前边 那我们这里说 最后我学会了说汉语 那最后 那最后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如果我说 我最后学会了说汉语 那现在 我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那你现在是学会了说汉语 对吧 对 那你花了多长时间呢 老师想问 你花了多长时间 你才会说汉语 讲汉语的 还想得起来吗 嗯 两 哦 嗯 你花了多长时间 你花了多长时间 还能不能想起来 哦 哦 十二分 到 多长时间 嗯 十 哦 哦 哦 想到了吗 还记得吗 四小时 四小时 嗯 四小时吗 四 哦 哦 四小时 你花了四小时 老师就会讲汉语 说汉语了吗 对 哦 哦 那 啊 那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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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 老师这里提到的 最后啊 可以放在 最前边 也可以放在 最后边 但是老师这里说 最后放在 最后边的时候 都是 用的是 一直啊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最后就可以放在 啊 一句话的末尾啊 他一定要跟 一直到啊 一起连着用 一起用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他如果放在 一句话的最前边 就像老师这里说的 最后啊 最后我学会了说汉语 最后啊 那他就可以放在最前边 那你现在啊 用最后啊 放在最前边说一句话呢 老师听一听 嗯 最后 好 老师先提醒你 听老师这里 听老师这里 最后一定要是花了一段时间啊 不能是马上啊 不能是马上 最后是花了一点点时间的 他有花时间 有花时间的啊 好 嗯 嗯 好了 想到了吗 最后我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 吃 我吃灰了 嗯 嗯 我吃 吃什么 吃什么 嗯 嗯 嗯 我吃炒面 吃炒面吗 对 啊 最后我吃炒面 但是老师想说的是啊 你这里 我吃炒面 最后我吃炒面 这里要补 要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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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补上一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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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吃 吃什么 吃怎么样炒面呢 吃怎么样炒面 嗯 嗯 好想一想 要补上一点点东西哦 要补上一点点东西 你吃 你吃 吃最后我吃 可以说吃怎么样炒面啊 嗯 好 那老师现在这样说啊 你刚才的时候 你刚才的时候 刚才你现在 你刚才的时候 你刚才的时候 碗里面有很多炒面 但是现在就只剩下一点点了 马上就要怎么样了 就要吃怎么样了 吃了 吃了 可以啊 可以用吃了 吃了炒面 最后吃了炒面 最后吃了炒面 可以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 也可以说 我最后吃完了炒面 吃 光了炒面 都可以啊 吃光了 都可以啊 吃光了 都可以啊 吃光了炒面 都可以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那我们再来一句啊 我们再来一句 好 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记得啊 最后 这个吃这里 老师说了 后面不能直接说吃炒面 这样的 后面要加东西进去 好 来 再来一个 还是用最后 还是用最后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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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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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什么 学 学 学 会了 学会了 学会了 数学 数学 学会了 数学吗 数学 啊 数学 最后 学会了 数学 好 可以啊 最后 学会了 数学 好了啊 我们今天 讲了第九课的 三个词汇 第九课的三个词汇 把我们的第八课上完了 把第八课上完了 那老师现在还是要布置一点点作业 布置一点点作业 我看一下 我们把作业找出来 老师把作业找出来 把作业布置好了 我们就下课 好 好 是把作业布置好 等一会儿啊 先等一下 一下啊 好了 好了 第九课 第九课 我们的作业 第九课作业 看着老师这里 要完成的是看图片 要完成的是看图片 明白了吗 明白 看图片 老师下一节课就直接来问 老师下一节课上课就直接问你 然后第九课今天教的词汇 我们只上了前面三个词汇 老师教的词汇 一定要 一定要下去之后再把它看一下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好了 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好 再见 再见 咱们 好 我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